大家好,我是小雨 眼看就要下雨了 小女孩打开伞 竟看到了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 当她举起伞后 女人消失不见了 一阵风吹飞了小女孩手中的伞 引导她一步一步走向游泳池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来自美国的恐怖电影 哭泣女人的诅咒 女主安娜是一个单身妈妈 丈夫是一名警察 在执行公务时不幸牺牲 目前独自抚养一儿一女 安娜在一家儿童保护中心工作 每天都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虐童事件 最近她接到一个任务 由她经守了四年的一户墨西哥移民家庭 可能出现了虐童问题 并且这两名男孩已经好几天没去上课 安娜在第六感和职业病的双重驱使下 带着警察来到这两名男孩的家 开门的是孩子的母亲 按说和安娜算是熟人 可得知来意后却态度冷漠 门都不打算开 安娜意识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和警察强行进入了她家 家里的窗户全部用木条封了起来 房间里到处点着白色的蜡烛 布置相当诡异 眼前的母亲看上去还有些神情恍惚 随后安娜和警察寻视了一圈 发现了一扇画着奇怪图案紧锁的房门 里面似乎有什么响声 好像要关着什么人一样 安娜试图开门 那个母亲见状疯了似的上前阻挠 警察控制了母亲 安娜趁机打开房门 果然是两名失踪的孩子被关在里面 令人意外的是 两个男孩不想离开那个房间 他们说出去了他就会伤害他们 安娜还发现两个孩子的手臂上有家暴的痕迹 他以为孩子们口中的他就是孩子的母亲 瞬间母性泛滥 把这俩孩子带回了保护中心 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很安全 而男孩们的母亲也被视作虐待儿童 尽了橘子 当晚安娜就接到了保护中心的电话 告知他那两个男孩在湖中溺亡了 三更半夜的安娜只能叫醒自己的孩子 一同赶往保护中心 刚下车就被孩子母亲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怪安娜把自己的孩子带出门外 这才让拉罗娜得逞了 骂的安娜是一脸懵逼 谁是拉罗娜 与此同时 安娜儿子好奇警察办案 偷偷地跑下车 隐隐约约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 寻生走去 结果被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抓伤了胳膊 他挣脱之后跑回车内 还好安娜及时赶来 安抚了惊魂未定的儿子 而他没有发现 儿子手臂上也留下了和死去那两个孩子一样的伤疤 天亮后 安娜参加了两个男孩的葬礼 并在葬礼上结识了一位神父 他从神父口中得知拉罗娜的来头 墨西哥一直有个哭泣女人的传说 从前有个美丽的女人名叫拉罗娜 她曾经是墨西哥一家豪门的儿媳妇 有两个孩子 可是好景不长 拉罗娜的老公就开始在外面沾花惹草 她阴暗生恨 把自己和两个丈夫的孩子杀死了 冷静下来后又后悔了 所以就跳河自杀了 死后她怨气未消化作厉鬼 到处抓小孩做自己孩子的替死鬼 她出现的时候 往往会伴随着女人的哭泣声 所以就有了这个传说 说完这些 牧师给了安娜一个十字架 希望可以保他们母子平安 一度有偶 安娜女儿也在游泳池旁遇到了拉罗娜 手臂同样被抓伤 留下了伤发 安娜看到后询问女儿 女儿为了不让妈妈伤心 隐瞒了巴痕的来历 殊不知 厄运已经降临到了他们三个的身上 晚上他们家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 安娜也听到了哭声 在女儿房间里看到了拉罗娜的影子 透过镜子还看到了她的真面目 安娜抡起棒球棒 准备消灭拉罗娜 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安娜知道自己的孩子 这下是被拉罗娜缠上了 她只得跑去警局 找那个母亲询问驱逐拉罗娜的办法 可是那个母亲记恨安娜 直接告诉她 就是自己要报复 所以让拉罗娜缠上她的孩子 得知真相的安娜 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 刚进家门 就得知儿子在楼上看见了拉罗娜 被吓得鬼下了楼梯 身上又多了伤痕 到了夜晚 儿童保护中心的人登门拜访 怀疑安娜虐待儿童 她遇到了也和之前那个母亲一样的窘境 可没有人相信拉罗娜的存在 还时不时出来伤害她的孩子们 之后 女儿上楼洗澡 伸出一只手帮她洗头发 只是这手不是安娜的 洗着洗着就把女儿按到浴缸里了 发觉不对劲的安娜冲进浴室 及时救出了女儿 还没缓过神 拉罗娜就现身攻击安娜一家 安娜让孩子们先逃 自己死死地关注浴室的门 连夜逃出了家 安娜走投无路了 来到教堂寻求帮助 但是神父告诉她 教会有规定 不能随意在私人住宅里面施法 必须得到各层次的审批 可眼下的事态严峻 于是神父建议安娜去找专业的驱魔师 并给她介绍了一位 安娜来到古董店 见到了驱魔师 她看见孩子们身上的伤口 就知道是拉罗娜所为 立马来了兴趣 她准备好东西 很快就来了安娜家 首先她拿出了一个鸡蛋 据说鸡蛋能够检测家里的恶灵浓度 如果鸡蛋打开后 里面的东西越黑 就说明家里越不干净 驱魔师把鸡蛋放在桌上 然后念起了咒语 砰的一声鸡蛋炸开了 安娜脸上被溅起了一坨黑色的不明液体 驱魔师见状 马力地打开了自己的工具箱 在家里的脚脚落落都布置下机关 等着拉罗娜现身 晚上一阵阴风拂过 将蜡烛全部熄灭 拉罗娜从天而降 将安娜撞晕在墙上 她的目标是孩子 就在拉罗娜抓孩子的时候 驱魔师打开药罐 撒出圣水 往大门撒下火树种子 这才暂时将拉罗娜挡在门外 因为火树是当年拉罗娜犯下罪过的见证者 只要不抹掉这些种子 拉罗娜就会有所忌惮 进不来 可此时 女儿的羊娃娃却落到了大门外 她伸手捡回了羊娃娃 却无意破坏了种子结界 让拉罗娜找到机会抓走了她 安娜一路追到了泳池 跳入池中与拉罗娜搏斗 最终 驱魔师将所有的圣水洒入水池 这才把安娜和女儿救出来 在搏斗的过程中 安娜意外把拉罗娜的项链摘了下来 经过刚刚的意外 屋内的阵法已经被破坏 女儿也被拉罗娜夺去了意识 成了行尸走肉 安娜和驱魔师决定 把孩子们藏起来 他们俩一起对抗恶灵 然而没有想到 之前丧子的母亲无罪释放了 提着枪就杀到了安娜家 并开枪打伤了驱魔师 还用脚把地上的种子结界破坏 放拉罗娜进门 见到结界被破坏的拉罗娜 立马闯入屋子 先将安娜关了起来 接着发狂般地追杀两个孩子 哥哥带着妹妹逃到了屋顶的阁楼 眼看着拉罗娜毕竟 大胆地哥哥举起了勇之力拿到的项链 看到项链的拉罗娜 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 回到了当年的模样 开始哭泣 可突然看到了镜中自己的真身 再次失去理性 愤怒不止 打算攻击孩子们 另一边 失去孩子的母亲突然良心发现 不忍心安娜的爱好 打开门放了安娜 屈摩尸和安娜赶到了阁楼 与拉罗娜展开了殊死决斗 在最危急的时刻 安娜捡起屈摩尸特制的火束十字架 狠狠地插入拉罗娜的心脏 完成了震魂 恶灵化作旋转的雪花消失了 第二天 安娜一家送走了屈摩尸 但在家门口的一片水洼里 竟然倒映出安娜奇怪的影子 关于这个结局 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片中两个母亲加上拉罗娜 都是婚姻不幸 疲惫的生活 令她们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 内心的负罪感 令她们自我怀疑 也许女魔鬼并不存在 安娜和屈摩尸联手 战胜的并不是所谓的恶灵 而是自己的心魔 哭泣的女人 是那些孤立无缘处 在崩溃边缘的母亲们的映射而已 好了 本期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